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股票有连续4天的调整 重跌了近300点以上 已经跌到2万点以下 所以可见的川普百日 特别在过去4日 在移民政策的反复 造成不仅美国本土 包括我们Silicon Valley的concern 也让全世界的经济都受到震荡 不仅美国调整 东京 台湾 香港 都一样受到影响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只要美国打一个喷嚏 全世界都要感冒的 所以 主播我今天要来谈谈 就是在重叠当中的 第2个sector 在今年 惨遭了很大的压力 那就是后面这个 UPS transportation UPS今天公告盈余之后 大跌了近 15块钱 两天加起来15块钱 Wow 真是很大的压力 不仅 UPS Fair Debt Transportation 都受到好大 好大的影响 所以本年度 继 Retail Sector 重叠之后 第2个重叠 就是 Transportation Transportation 是美国 经典到的 一个前置指数 如果Transportation跌的话 有可能市场 就要开始 有所调整 主播观察有三点 为什么Transportation跌 第1个 美金 过于强势 因而 主导了 妨碍了 UPS 全球包裹的 生意 第2 在第4季的时候 当 你的量太大 那就有可能 能够影响 UPS 它自己的 Quality 营运没办法 跟上 第3 当然 美国 还是有 很多 demand concern 因为 整个经济 可能没有想象的 那么有劲 所以今天 联储局 公告利息 不变 主要的原因 还是 通胀 不到 2.0 这 整个 行业的concern 就如同 UPS Transportation 一样 整个的经济动力 还是不够 除了 Retail 以外 第二个sector Transportation 再一次的印证 美国 应该 缓缓的 加利息 智慧人的话语是 敬畏上帝 得着智慧 你得着智慧 就保守 你自己的生命 愿春节 期间 祝你 有 上帝的祝福 恩待 你的工作 生活 跟起居 也保守 你在投资上面 得着上帝的智慧 好而欠好有钱 从美国 Silicon Valley UPS Store前面 跟大家来报导 世界 焦点 财经 我们 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